好 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第七了 而这也是寒假课文当中大海老师要跟同学们一起讲解的最后一道题目了 好 第一小问 把十二个相同的球放入三个不同的盒子里 哟 看到这很眼熟 是吧 把小球放到盒子里 但是要求是每个盒子里面都至少有两个球 哎呀 有变化了 利六给的是至少有一个球 而这要题给的是至少有两个球 所以这大家老师说过的吧 越是你看起来熟悉的题目越要提高警惕 老师往往可能抓住你的心理稍稍改动一些条件和数值 那么可能你这要题的做法就完全要有所改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不是还是隔板法 我十二个小球 嗯 十几个空 插俩板子 不就行了吗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在你的这个C1112的插法当中 是不是一定会有这种插法 对呀 那这种插法是不是就不能保证每个盒子里面至少有两个球了吧 嗯 那么怎么办 那我慢慢来 比如说我先保证第一个盒子有两 然后第二盒子我在想怎么有两有三有四 那不就变成分类没举了 那不就失去咱们隔板法的意义了吗 嗯 那大家想一想啊 咱们利六做起来那么舒服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它是至少有一个 所以我的板子插完之后肯定可以保证这一个部分至少有一个吧 嗯 现在教题做起来不太那么舒服的原因是在于 我的每个小盒里面必须保证有至少两个球 那我这个板子就不能随便插 因为有的时候你有可能插出来的是只有一个球 那我们来想想 舒服的原因是至少有一个 嗯 不舒服的原因是至少有两个 那我能不能把它转化成我舒服的原因呢 至少一个 我只要至少一个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题目要求至少两个 比我要的那个至少一个怎么样了呢 多也 每个盒子需要的要多了一个吧 嗯 那怎么办 给它一个 多了吗 那我就先给你这一个吧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这要起来出的方式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就有三个小球 上面三个盒子 一二三三个盒子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先给每个盒子里面先放一个小球 没有问题吧 嗯 那这样的话 我的十二个小球放完还剩下了九个小球 接下来我把这九个小球插两个板子分成三部分 每一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保证至少有一个球 那么把这些部分再放到对应的盒子里面 你想想加上原有的这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保证每个盒子里面至少有两个小球了吧 对不对 那你看我这要提 你是不是立马就转化成了非常舒服的 利六的标准的隔板法的说法了吧 嗯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数学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化位置为已知 你学过的是至少有一个 现在是至少有多个 那怎么办 那就把多的部分先给出来 然后剩下的部分按照隔板法一做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好了 那这要提 九个小球应该可以有八个能插的空隙 插两个板子就是C 八二 好了 最后的答案那就是二十八种不同的方法 这种至少有多个了不是一个了 答案能够掌握怎么做了吗 嗯 好马上再来一道题训练一下 光明小学夹一顶三个班组织了一次文艺晚会 一共要演出十四个节目 每个班至少演三个节目 问这三个班演出节目数的不同情况 共有多少种 就是这三个班 每个班可能会演哪几个节目 对不对 那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情况 那一样的道理吧 相当于是我把十四个节目分成三部分 给这三个班来演 对不对 每个班或者说每部分至少得有三个节目 比一个多 怎么办 先给每个班两个节目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剩下的节目 我们把它再分成三部分 保证每部分至少有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三个班 每个班先给俩节目应该要给出去六个 那还剩下八个节目 只有七个能插板的空隙插两个板 所以应该是C7R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应该是21种不同的方法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 李七讲的是我们格玩法当中的第二种情况 我分给每个部分的东西呢 不是至少一个了 是至少多个 那么我怎么办 那就先把多的给好 剩下的部分至少一个就OK了 那同样的大家想想 既然能有至少很多个 那有没有可能会我分的某一部分 没有一个了呢 也就是允许有的盘子 或者有的盒子是空着的呢 那这种情况 我们会在春季课程当中 排列组合的增合应用里面 继续来详细的讲解 那大家现在也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了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的李七就说到这里了 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李七讲完了之后呢 咱们的组合下也就全部都结束了 那么咱们学习的两讲组合内容 有哪些重点的方法 知识 还有例题 是需要咱们同学一定要着重掌握的呢 那马上就进入大海老师的点睛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在本讲所学习的知识当中呢 有如下的几个是同学必须要掌握的 第一个 什么叫做组合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不计较组内各元素的顺序 这是最为重要的 那咱们知道 排列和组合最重要的区别 是不是就在顺序这里啊 有顺序的就是排列 没有顺序的就是组合 好 那么接下来 组合数是用什么来表示的 我们的C 还有组合数的计算 这都是咱们同学一定要过关的 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组合的基本运算了 如果这个你都有问题的话 那组合的题目做起来肯定就很有困难了 好 接下来 在组合数计算当中 我们还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一个是CN0等于CNN等于1 另外一个就是CNM等于CNN-M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同学要着重掌握的 当然就是我们组合新学习的隔板法 把相同的物品放在不同的位置 或者分给不同的人 那当然了 有这样的几个特征 第一个 一定是相同的物品 或者是顺序固定的不同物品 想想 像我们的电视剧 对不对 第二个 放在不同的位置 或者分给不同的人 第三个 最重要了 一定要至少一个 好 最后 本讲同学们一定要找中掌握的立体 组合上的部分是 例二 例三 例四 还有例六 组合下是 例一 例二 例四 还有例六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到这里为止 大海老师 就要跟我们的同学说再见了 寒假课程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